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学习我们设计APP的课程 我们这节课将要去讲一下引导页的设计 我们打开我们准备好的一个引导页的一个案例的一个截图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引导页 正常来讲它应该是上面这个部分应该有一个广告图 我们有展示出来 像这种界面的包括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上面空了一大片 这个应该是广告没有加载出来就截图了 然后这种在我们归纳来讲 这叫广告型的一个引导页 每次上来它可能这个时候就像这样 有一个广告让你去点一下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事之类的 这种是第一种 我们的一个广告性的 我们还有像这种的 然后包括这种的 这种就是看起来会觉得有点意思 然后整个画面也轻松愉快一点的 这种就叫我们所谓的一个趣味型的一个引导页 那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像这个这个滴滴 然后呢什么这个腾讯啊什么这种 这种就是非常的四平八文的一个logo放在一个一个底上 也没有太多东西 然后呢就简单的摆一下 这种呢我们我来归纳的就叫正经的正二八经型的 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在 然后除了这些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个比如说像像这种 那它显然的就不是常规的说我只是简单的放个颜色上去 那它这个颜色呢是有一个渐变 然后它的那个颜色深度的比较反常规 不是那种我们普通的看到的说就是一个这种 比如说一个普通的大家喜闻乐见的看的比较多的颜色 它是比较不走寻传路的颜色 那像这种呢我们给它定性的像这种 我们给它定性的这叫逼格性 就是这个产品我们一打开的时候 又让你感受到我们产品很有内涵很有逼格 那这是一种我们逼格性的那还有一些呢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这种就是一上来就让你怎么怎么的 然后我们这个这个APP怎么怎么的 这种包括这个的什么总有你想要的什么之类的 那这种我们就通常把这种叫定义为叫口号性 就是你打开我这个APP呢我就喊个口号 包括这个什么这种告诉你我们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让你记住我们这个应用是什么样的 所以呢在包括这个微博也是啊 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口号 slogan 这就是让你去强化对它这个应用的一个理解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属于叫品牌型的 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字放在上面 它可能会用设计的方法把这个它的一个品牌的内涵表达出来 比如说这个淘宝那它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小的图标 那就是其实就是转化来讲就是我们对淘宝一个理解就是万能的淘宝 那什么东西都有 所以它这种呢就是比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就是这种口号型的更进一步 因为它通过设计的方法把这个口号和这个品牌内涵表达出来了 所以这种的是一个更好的 包括像这款 这款这个图呢其实也是比较有设计感的 它把它的这个文案口号 融入到这个图形设计里面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平常在做的时候 那比如说像这款啊 这款呢其实它也是想展现一个品牌的一个逼格 但是它由于它本身的它没有什么太多的品牌的一个大家的一个认知度 也就是说不像比如说淘宝 说你想淘就淘 你是可以认可的 因为它确实东西很多 但是这个呢它给你一些比如说像某某这种啊 它真的是告诉你它有多好玩什么的 但是大众对它的认识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它可能就不放了 就是放一张图片去表达它的一个所谓它的一个意境 包括这个旅行的这个APP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其实要看的话就几种不同的类型它有优劣 那比如说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中规中矩型的呢 这种你是放在任何一个APP呢 都是没问题的 那你把这个logo换成一个别的 别的logo然后底色换一下呢就可以了 然后 那但是呢你这种通常来讲就是大家不会很满意 就是因为会觉得会缺少一些设计感 那像这种广告逻辑的像这种通常来讲呢 这个就是说设计师没有太多的一个负担 那可能就是 但是这个地方呢反过来就是你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设计的一个 一个空间 那可能就是你把一个logo放上去就好了 那这种就是主要就是运营 那它可能需要去推送这样的一个消息 那最后呢就是这种趣味型呢 实际上是对于设计师来讲更有一个发挥空间 但是呢这种趣味型呢可能又对人设计师的本身的这方面的插画的一个功底呢 也要求比较高一点 所以呢几种呢会略有一个差别 那设计起来最简单的呢就是比如说这种 我们所谓的一个中规中矩型的 然后还有这种逼格型的 然后这种图文 图文逼格型的这种的 都是设计起来比较简单的 那它难点就在于你去配图 那你要精准的找到 你要表达的那个APP的定位的那张图 然后呢再把你的logo呢合适的放上去 这是它比较难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呃 由于我们这款 HiChat的这款APP呢 它主要是以这个社交为主的 所以呢我们整整体的氛围还是比较活跃的 如果我们给一个非常常规的中规中矩的这种引导页呢 呃就会不太贴合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APP的一个定位 所以呢我们这次来设计这个loading界面呢 我们就要给它呃多一些呃 就是带入到我们这个情境当中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在这里面 我们会选择一个所谓的一个逼格型 那我们要找到一个呃 符合我们整个一个这个APP感觉的 这么一张图去配合它 所以呢我们打开我们的 图片文件夹里面 我们其实已经准备好了几张啊 像这种啊 然后呢这种 然后 像这种这几张图呢都是我们所谓的呃 大家一起玩 然后玩得很开心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感觉 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这几张图 去做我们的一个首页的一个引导页的感觉 啊我们打开PSD 我们点击一下首页 然后通过拷贝新建一个智能对象 然后把它拉到下面 啊下面后面呢我把整个画布拉大一点 把它往下挪一下 然后双击改一下名字 然后引导页通常就是这些导航这些全部都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这个都删掉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把我们的logo logo打开 然后把这个logo的这个素材我们拖进到这个中间来啊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基本的一个底色 那我们把这个我们这个背景啊拖进来 我们把它拖拖大 然后放到最下层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logo如果再放大一点的话 其实现在这种状态呢就已经是呃 我们刚刚说过的一个这种类似于这种中规中矩的一个形式 我们把我们把这个logo名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 放在这儿 然后通常来讲呢我们下面可能会有一句slogan 然后这个地方啊我们还是把它改成中文吧 接下来呢我们就去选择一张我们认为比较high的一张图 那我会觉得这张是我最想要的 可能就是所有人一起玩的那种感觉是最明显的一张 我们把它拖进来 然后放大一点 就把它放到那个背景层上面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调成一个所谓的我们的柔光的一个模式 这样的话呢就我们会看到哎 你这个人进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可能我们底下还缺一点 缺一点垫底的东西 那我们可能会打上一个比如说一个网址放在这儿 那这样呢我们这个界面的整体呢会稍微充实一点 那由于我们本身呢我们现在的整个这张loading页呢稍微有一点单调 那就是还是层次的缺了一点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能还是需要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底图上 我们把这个颜色呢稍微强化一下 然后我们把logo的位置稍微调一下 好我们给它稍微存储一下 回到我们的主角面看一下 那从现在来看呢如果单纯是引导页的话呢 我们现在这个引导页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然后呢logo啊字体啊什么的都已经放上去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就是 我们目前这个引导页呢和后面所有的这个界面的之间的这个衔接性比较差 比如说你打开引导页的时候你感觉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软件 然后呢你进去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是感觉进到了另外一个东西 那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后面一个整体调优的时候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今天我们引导页呢就讲解到这里我们保存一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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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